Twin 這個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插入函數裡面文字函數T開頭的 所以往下找到這一個 它說會刪除文字字串多餘的空白 所以你這邊按確定 給它這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英文是ok的 可是中文怎麼樣呢 它會還留下空白 因為它中文英文它不分的 其實中文應該是中文字應該是刪掉全部嘛 因為中文跟中文中間沒有那像英文 還要中間要空白 可是英文字你不能全部都刪掉 所以假設如果你要全部刪掉的話 你就不能用這個函數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我剛好提過的 就是在那個裡面有個什麼substitute這個 substitute這個怎麼用 它這邊1234它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一樣是test給它文字 第二個是older test older test意思是取代嘛 取代是你要找什麼字串你要取代掉的 取代new test是取代成什麼 然後instance number是第幾個 就是因為它可能會找到 比如說你要取代空白嘛 然後有第一個空白 你要第幾個 如果沒有它就從頭幫你取代到最後 如果有它比如說第三個 它就第三次五 它就是一二不會啦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空下來 或者你可以第幾個開始 好那older test的意思是說 你要取代什麼呢 那我要把空白的東西幫我刪掉 那空白的話 那空白的話 特別注意喔 空白的敘述是這樣 你可以打一個空白 好 不過呢你一開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一號 比較標準做法是 雙一號 空白 雙一號 這樣子的話呢 來表示什麼 表示一個空白的敘述 也就是說空白取代成什麼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呢 就我剛剛講的 給它打什麼呢 兩個連在一起的雙一號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沒有東西 好 可以特別注意喔 意思就是說 兩個看起來很像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指的是空白 這個是沒有東西 特別注意喔 空白還有分喔 分什麼呢 分全形跟半形的 比如說我把它那個 環圓語 這樣子是全形有沒有 這樣子是半形 全形跟半形呢 在Excel裡面是不一樣的喔 OK 所以特別知道 你不能說我取代人 除非裡面是全形的 你這樣全形的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中華民國這個 中間就沒有了 但是你往下填滿 會變成怎麼樣 會變成怎麼樣 這個 怪怪的 有沒有 這個倒還好 這個還內 主要是這個 所以喔 這個有時候 當然兩個 你要去做一個 不同的做法的話 恐怕你就要判斷什麼 比如說如果是英文 那就用這個 如果是 英文是用這個 中文是用這個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判斷說 到底它是英文還是中文 在Excel裡面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當然可以啦 只是 就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你可能要了解幾個概念 可能你要Google一下 我直接用那個 Google關鍵字 ASCII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你打開 ASCII 其實它發音ASCII ASCII你往下找一下 這邊有圖片 圖裡面你點開來 反正第一張圖 點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圖 因為在美國設計那個電腦的內碼的時候 當然它不會知道說有中文這回事 它當然第一個想到說 那我那個控制碼 比如說有些什麼 上下左右啦 back delete 等等 然後enter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 這個數字 符號 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有沒有就是在這裡 然後呢 它的規範是從0到12 所以如果你這個開頭的這個字 假如說是我們畫面上看到是i的話 那你可以對照這個ASCII code的i在哪裡 i在這裡 73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我在這邊 用一個插入環數 如果我想知道內碼的話 其實在文字裡面有一個 叫做call call就是內碼 有沒有 你給它一個文字 它會幫你把第一個字的內碼告訴你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這個好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像下填板 73 有沒有 i s的話是83 那怎麼知道83 其實你可以s83 有沒有 那這個ASCII ASCII code 內碼很簡單 就是那個 美國在設計那個內碼的時候 它的位置就對了 很簡單的概念 那可是 它 還不知道其實還有其他國家的語氣怎麼辦 所以後來設計 兩個byster 兩個byster 當成是中文字 所以兩個byster 乘在一起的話 就數字就會超過127了 所以其實簡單講講 反正就大於127啦 就是那個call編碼的方式 如果大於127的話 那就表示這裡面的資料 是中文 那應該了解那個邏輯啦 有沒有 這是四萬多嘛 這些 英文嘛 不就是小於127 所以我們如果假如把它全部併在一起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再來一個邏輯 對不對 if 那個call 小於127的話用這一個 大於127的話用這一個 ok 那條件怎麼下 自己試試看好了 應該可以吧 反正這裡直接給各位一個 主要是了解 如果英文字的空白如何去除 中文字的空白如何去除 這都找得到 subtitutu 其實也不用死背 反正這個邏輯 再來呢 如果如何知道說呢 那個你的四串 不過它只會抓第一個字喔 ok 所以第一個字的內碼 是在哪一個範圍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想各位後面可以自己試試看 因為主要是了解twin這個函數 延伸出來的喔 那再來的話就是了解那個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 你幫我把這個儲存格一下 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這個東西接在後面 可是自串呢 不能直接串這個儲存格 中間一定要給他一個end 然後呢 再end什麼呢 一個minus 減的符號 所以你這邊雙引號 減一下 ok 然後呢 當然喔 有時候你一串打完 可能你會沒有把握啦 我建議你可以先打勾試試看 看看結果會不一樣 結果有了 ok 那你再往下做 你不需要說一口氣啦 你可以慢慢慢慢 我習慣是打勾 打勾完再點進去還可以繼續 end什麼呢 end這個84 84 可是84前面要補0嘛 所以補0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過就是rept repeats幾個0 repeats幾個0 我就直接打一個0 rept 不過用打的 或者你用前面這個也可以啦 我習慣自己打上去 幾個0 逗點 第二個參數幾次 那幾次的話用3來減 3 因為總共一定是三個字 減掉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有幾個字 所以呢 L 1 N 有沒有用L1 去判斷嘛 有沒有 前刮弧 點這個一下 ok 我習慣 但你自己打G4也可以啦 然後再後刮弧 因為L1 這個後刮弧 rept的後刮弧還沒結束 所以再一個後刮弧 那這個敘述表示說補幾個0 所以你可以先打完之後打勾一下 有沒有 0911 有沒有 -0 後面的話呢 再把什麼呢 end 再把84放過去 打勾 有沒有 0846 就有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那個 那個 什麼啦 你打的那個感覺啊 如果有的話 其實很快啦 不管再複雜的東西 其實也都很快可以做出來 所以你要慢慢去培養那個 那個感覺啦 ok 你會覺得其實做起事還還蠻愉快的 有條不混嘛 反正就是慢慢慢慢的去做出來 所以很多複雜的程式就這麼寫出來 不是一步就跳到那邊去的 其實就跟那個鴨子滑水一樣 你看起來好像它有在 其實它就慢慢慢慢的啦 漸漸的 ok 所以我最怕就是有些人就是想一下子 就 就到那邊去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再來 後面的東西 其實這個跟這個其實差別不大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串 有沒有 複次 Ctrl C 特別之後 從這個end 到後面把它貼上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g4 改成h4 那我習慣是選取它 點它一下 選取它 點它一下 最後呢 我的習慣是再做一個打勾動作 ok 那你按Enter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你要慢慢養成是一種 你盡量不會做錯的那個過程 那你打勾之後的話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你感覺 其實它會非常聽你的話 它感覺你要什麼 它就會幫你做出什麼東西來 這樣就完成了 可是這樣的方式 其實邏輯上還是有點複雜 所以後來我們就會找另外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讓這個更簡單 其實後來發現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也許你在旁邊 這邊再插入一個函數 其實在我們內部有一個叫test這個 test這個什麼呢 它是一種格式化 然後呢 你最後當然會轉成文字 那這個格式化怎麼來的 其實它是可以利用類似像 比如這邊要把它改成 這邊把它改成 假設這兩個要把它改成兩碼的話 習慣按右鍵 選舉按右鍵 在這裡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數值 有一個制定 好 制定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你只要給什麼 給三個零 它就會變這樣子 零八四有沒有 三個零 表示說我要三碼喔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變007 但是這個地方裡面它還是 存的資料還是7 只是格式上變化 那如果說你要真正的 讓裡面的資料 數字變成文字 改成這個的話 那你可能把它感受一下 你要把000 放在那個什麼test裡面 就可以完成那件事 插入函數裡面有沒有 你可以用那個test 這個test有點像 真正的幫你把裡面的資料改 比如說你給它這個 然後格式的話 記得就是000 移開 不過特別注意喔 移開它這個 這個函數比較不貼心 它沒有像一幅 自動幫你補什麼 前後那個雙引號 所以如果像之前有同學 就想說打個000這樣 你會發現奇怪 出來怎麼還是84 因為這個函數 它不會自動幫你補這個東西 那你要自己補上去 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沒有 084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這邊007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 加到這裡面來的話 其實有沒有 就這個地方稍微 更動一下就可以了 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第一個方法 待會我們再來看 test第二個方法 再來第三個方法 再來第四個方法 OK 按部就班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那個twin 那個部分 它一個substitute 再來 再配合一個叫code code code code是指內碼 那我有到那個 Google裡面去搜尋 AS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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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鍵字 其實就是內碼的位置 那這個內碼的位置 重不重要 其實當然 將來如果你會牽涉到什麼 比如說你要 找那個 就是資料裡面的中文 英文 數字 那這個部分 當然你就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不懂了那個 中文內碼的相關 觀念的話 你恐怕你變成 還是要圖法鏈鋼 像很多 儲存歌裡面 你只 有英文 有中文 有數字 如果你只要留下數字的話 像一堆東西 我可能我只要關鍵的數字 我英文跟中文都不要 那怎麼辦 這個地方你可能需要 比較了解 剛剛講的那個ASCII 給我試一下